好主播各位觀眾現在目前呢在南部的雨勢跟風勢還是相當的明顯 尤其呢是在高雄市區傳出有多起路樹倒塌的狀況 尤其呢是在昨天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有屋主說突然聽到轟然巨響 家門前的三層樓高的路樹竟然是倒塌了 而且倒的位置呢就剛好砸中民宅 害他們呢水管被砸破 目前是無水可用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聽聽看屋主怎麼說 你看那個水要拉索水管才能裝 我現在樓上都沒有水 水管都被他弄破了所以沒有水 有感覺路樹這樣直接倒塌了嗎 倒塌了真的倒塌了 還要倒塌了 好同樣是在高雄市古山區的九如寺路上 還有另外一位車主也受害了 同樣是路樹倒塌 壓到了他停在路邊的銀色轎車 那他的轎車呢是車身板筋是整個凹下去的 擋風玻璃呢也是有全部碎裂的一個狀況 因此車主目前是說呢他要來申請賠償 向市府來申請索賠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呢高雄市陸續在各區還是有傳出路樹倒塌的情況 因此民眾如果要外出的話一定要千萬特別注意安全 那麼以上就是來自高雄的詳細資訊把鏡頭交往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式書方面